今天指挥中心发出了110万封疫情简讯 堪称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好不过很多民众就反映了 他明明没有去过桃园 则明也收到了这样的简讯 还有人一头雾水地问 明明生活都是跟女朋友在一块 为什么女朋友收到了简讯 他自己没有收到 另外也有民众说 他们一家人平时都是待在家里 但是也收到了这样的细胞简讯 已杀了不少人的不满还有焦虑 因此现在卫夫布勒两株 更被网友给灌爆了 对此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 这次是以三名确诊机师 还有一名确诊高中生 他们的电子轨迹作为基准 只要个案在特定的地点 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周遭的民众都可能会收到简讯 简讯发布的范围 以桃园市为最大宗 但是包括双北市 新竹 还有高雄等各县市的民众 也都有可能收到 手机突然跳出通知 4号下午不少民众吓了一跳 自己收到细胞简讯 点看一看上头写着 曾与确诊者接触 或者活动轨迹重叠 但却想不起来 自己去过哪里 也有人一头雾水 明明都待在家 怎么会有活动轨迹呢 超多五六个 我们都很单纯在家里 也是在家里线上上班 还有人上网提问 为何生活圈都跟女友在一起 只有女友收到简讯 是不是发送系统有问题呢 质疑案情不单纯 不过也有人说 平常在家带小孩 只有回诊坐小黄去医院 或是到楼下超商跟邮局 却也收到简讯 但同行的先生都没收到 让民众很纳闷 看看卫福部的脸书 也被网友灌爆 明明什么地方都没去 怀疑简讯根本乱发 还有人要求中央 赶快公布确诊机师 和他家人的足迹 及活动范围 别只是狂发简讯 不然真的很困扰 时间这么长 其实也蛮难去想说 怎么样 有没有跟确认者 有重复动线 那就是反正 每周固定做快三 指挥中心发言人 专人想解释 因为即使返台后 在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还是可以外出 并非所有足迹 都要对外公布 这次发送的110万封 疫情警示简讯 以桃园市为大宗 但双北 新竹 和高雄等县市的民众 都有可能收到简讯 只要个案停留在 当地一段时间 就会针对附近周遭的 民众发送简讯 至于为何 狂烈时间长达三周 主要是因为 最早确诊的机师 案16066无症状 因此以他的裁检日为基准 回推14天到8月13号 把范围扩得更大 就是希望能谨慎一些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